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Tia 今天呢,是一个就是顶着方便面头的这个Tia 看到我这小麦碎了没有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也是十分的激动人心的 今天呢,是我好久都没有做过的裁妆新品的第一印象的这种 试色呀,上脸测评呀,这样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第一主角呢,绝对就是这个 那它是顶到了他们家新出的这个Gold Palette 是他们家就是为了今年圣诞节出的这种节日款 我不知道为什么圣诞节出的彩盘 就是现在才十月份就已经都上架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附加的小试色吧 是Fenty Beauty他们家这个液体唇釉又新出的几个色号 然后呢,我买了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那种裸色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吃土色 他们家应该还出了一个就是棕色跟一个黑色吧 都是很新的颜色 但是那两个颜色就是 嗯,实在是太有个性了 像我这种热嘟嘟的小圈脸 实在是有点hold不住那么有个性的颜色 所以呢,我就给它试两个比较日常的这样的颜色就好了 那我们就还是先从这个眼影盘开始说起好了 其实呢,关注我频道的人应该都知道 就是我最近买了挺多 那他说点到他们家的眼影盘的 然后我对这个品牌目前为止是那种 哎,很交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又喜欢又不喜欢 我觉得喜欢的是就是那他说点到他们家眼影的颜色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他们家的眼影盘呢,就是性价比真的是不够高 然后加上闪片色的粉质 就是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有一些真的非常的费粉 这一次呢,他们家又出了一个15不错的palette 我觉得这一次有可能是我今年 就是最后一次买那他闪片上他们家的产品了 就是如果这一次这一盘里面的闪片色 还是让我失望 就是还是让我觉得没有办法使用的话 我今年都不会再买那他闪片上的任何产品了 就是这个flag已经立在这了 今年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尝试呢 还是订阅了他们家的眼影盘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这一盘好了 这一盘即使我之前在网上看试色 为什么我又买了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看网上试色觉得好漂亮 首先他们家就是 看到没有 他们家这个包装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除了这个表面做得更加反光了一点而已 这个呢就是这一盘 看上去是不是在盘里面还挺漂亮的 这样一眼看上去啊 右边右下角这个颜色 就感觉他这个表面已经就是有一些爆纹在了 感觉他的颜色会爆裂炸开炸出来 我不知道耶 我有点担心这个颜色 那这一次呢我准备先做一个手臂上的试色 就是一排一排的试 然后我们再来一起画一个眼妆看一下他这一排面影 在眼睛上的表现怎么样 ok 那我们就先来开始试色吧 我们先来看第一排的试色 我觉得第一排的试色让我很满意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颜色是非粉的 这一点让我安心了非常多 然后里面最出彩的一个颜色就是这个第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呢叫做Lime Chrome 它是一个就是有一点金橙色底 然后上面有一点点绿色 就是清凝的那种偏光的 它颜色非常漂亮 然后摸上去质地非常丝滑 然后就是那种swatch一下就可以一瞬到底的 然后剩下的这个闪片色 这个闪片色你们可能有点看不到 它的这个质地也很有意思 它呢它这个质地叫做sheer 就是它有点像就是你涂口红那种top coat一样 它就是可以叠加在其他颜色 然后让其他颜色就是有一个这种金色闪光的这种感觉的一个颜色 所以它本身质地是很轻薄的 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用来叠加在其他颜色上面 然后剩下这个大闪片色完全不非粉 就是它质地是压很实的那种 没有到特别显色但是完全不非粉 这第一排的这个五个颜色目前来讲是非常的OK的 我很满意 希望它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因为我还是很期望这一盘可以美 然后接下来呢是第二排的颜色 非常的漂亮 你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到这个最亮最亮的这个金色吧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一盘的主要的灵魂所带 为什么它叫Gold Palette 我觉得这里面是这里面最金的一个颜色 它颜色很漂亮 然后质地也还不错 然后这一排里面粉质最好的是这个颜色 它非常的顺滑 我觉得颜色也很漂亮 这种暖棕色的这种珠光色 然后闪片很细致 然后它是一瞬到底 然后这个基本上也是一瞬到底 但是我觉得这个更滑一点 这一个雾面色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姜黄色 就是那种芥末酱的那种姜黄色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这一个颜色呢 我之前有做过功课 所以我知道它也是sheer 它也是可以迭代在其他颜色上 所以它没有到颜色特别饱和 然后这样就是这样的一排 我觉得这一排的颜色都还蛮有意思的 我目前为止真的超满意 保持住好吗 然后我们就最后一排 第三排 千万不要晚节不保 好吗 现在呢 这个就是最后一排颜色了 还记得我刚刚说的那个大魔王颜色吗 就是这个颜色 我刚刚那样站得有点累了 我们还是这样说吧 对 这个颜色就是 目前为止在我手臂上并没有飞粉 但是可以感觉到它比其他颜色 要稍微的松那么一点点 但是绝对不到Star Palette里面的颜色那样 就是会飞得满出都是的那种 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过得去 然后剩下的颜色 其实这一排颜色色调比较相近 都是这样有点沉沉踪踪的颜色 然后感觉很温柔 这里面每个颜色我都还蛮喜欢的 这一排就是我的颜色 我是喜欢这种柔柔和和 温温柔柔的颜色 OK那目前为止这一排的15个颜色就全部都试色完毕了 目前为止我非常的满意 我很期待它上演的效果因为发光试色的时候有几个颜色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然后今天我一定会用到这样这里边这个核心色 这个金色 因为我觉得它之所以叫Gold Palette 我们一定要用到那个金 OK那我们就赶紧开始画眼妆 然后看一下这些颜色在眼睛上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给你开始 OK那我们就开始画眼妆吧 首先呢我就先用这个雾面色 这一盘里面最浅的一个雾面色这个颜色 做一个整个眼窝的这个打底 它们叫它雾面色还是那样 就是在眼睛上不会一下就下手画太重 颜色是非常柔和的 让你一点一点的加深 这个颜色很漂亮 我喜欢 我已经打好底了 这颜色很漂亮 然后也很好晕染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把我的眼窝稍微再加深一点 我们先用一个很深 这里面最深的一个颜色 这个雾面的棕色 先用这个颜色 在眼窝这个地方 稍微加深一点 然后用它下面这个浅眼的棕色 把这个颜色给晕开 在眼窝后半段这个位置 我下手太重了 我下手太重了 使用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就是它一旦画上去了 不太容易被晕开或者是晕淡 我觉得这个最深的棕色有一点点稍微的难晕染 但是这两个颜色都还蛮柔和的 OK我现在的眼睛有一点掐烧有点重 这不是一个眼影教程好吗 我们现在只是试色 OK只是试色好吗 淡定 我们接下来接着画 我要用我刚刚最喜欢的这个雾面的珠光色 把它画在双眼皮以内的后三分之二 就是后段的这个位置 把这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呢 再用这个主角 这个金色把它画在双眼皮剩下的部分 褶皱里面的前三分之二 或者是二分之一之类的 就是前半段 这颜色表现很好 它用这种干刷子上就非常的好 很上色而且不非粉 接下来我们来画眼头 眼头我想用刚刚这个带偏光的这个颜色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带柠檬绿的这个偏光色 我要画眼头的位置 我刚刚没有读上 所以我已经画完了 看到眼头这地方 有一点点这个反光的绿色了 只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得漂亮 我不知道镜头能捕捉到多少 然后接下来呢 我用这个 应该是你们的右下角吧 这个颜色 画在下眼睛前半段 然后后半段呢 就跟上面是一样的 还是用这两个颜色 两个雾面色去加深后半段 然后这个颜色去提亮 这个下眼睛这个地方 先画浅色好了 加上这个最深最深的棕色我们结束了 现在这个眼妆呢 就整体都完成了 我觉得今天好像不需要画眼线了吧 感觉好像不需要 因为这最深的颜色好像还挺深的 今天我画的还蛮夸张的 虽然今天就是主要是 一开始画深色的时候就一下就下手就 嗯 不知轻重 就有点重 但是呢 这个金色很漂亮吧 我不知道在镜头上面看怎么样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一盘吧 这一盘就是给我的感觉有一种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这感觉 我都唱歌了 你应该就知道吧 这一盘我还蛮喜欢的 我是一个无音不是特别缺带的人 但是 这一盘到目前为止的试色 然后粉质上演的感觉 我都是喜欢的 唯一 有点不太满意的是这种雾面深空色 但是我觉得凑合时 反正也是个雾面色也没有多重要我觉得 然后但是其他我设的所有颜色都好漂亮 我自己的话 今天最喜欢的三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雾面的 一个是这个偏光 带一点青色偏光的这个颜色 还有是最中间这个金色 上演确实很漂亮 不飞粉 不飞粉 真的是不飞粉 而且用刷子沾 就是干刷子沾 直接上演 上挺匀的 而且也不飞粉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带珠光的这个雾面色 我觉得也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这颜色 可能一个颜色上演就可以出门了 这颜色我真超喜欢 我现在就是特别偏爱这种 带珠光的这种深一点的这种雾面色 给你们swatch一下 再手上好了 可以看到吗 再来一下 你也可以看到吧 哇 我刚刚我就只沾了一下就这样随便刷了两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 看了这个丝滑程度 延展性跟它这个颜色 都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这一盘真的是值得 这一盘 真的可以有 这一盘真的是目前为止 我使过拿哈沙迪文雅他们家大盘里面 我使过Sensit Palette 使过Sar Palette 还使过Tropic Palette 这是第四盘大盘 这所有的大盘里面 从配色到粉质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一盘 这是我第一次特别书心的说出来 那哈沙迪文雅的眼影盘 我推荐 这一盘 推荐 去尝试 嗯 耶 OK 那这个眼影盘的这个部分呢 就完美的结束了 最后我们再来两个唇妆试色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结束了 等我回来 我去拿想那个唇膏 Fenty Beauty的这个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包装啊就是有一种 很占地方又不是很精致的感觉 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个包装 嗯 然后我们先来试这个裸色 看上去有点像质压油耶 这个头啊是这样的 就是跟别人家都不一样 它这个头很小 就是它的质地 感觉刚涂上的时候还蛮油的这种感觉 他们家唇膏颜色遮盖力还蛮强 所以不太用 不需要太担心 比它有没有底色 对不对 我会把那个颜色完全的覆盖掉 我还蛮小尝试裸色的 因为我觉得我欧入 我觉得它这个头还挺好涂的 就很好上色 嗯 上嘴的时候觉得有点油油的 感觉蛮滋润的 没觉得是 哦 它现在开始变雾面了耶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配我今天这颜妆的感觉 有没有 比刚刚那个颜色要配 这就是一个罗色 我把刚刚那个颜色它擦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试另外一个颜色 就是土粉色 这个颜色色号呢叫做uncut 这就是有点赤土色的感觉 这就是有点赤土色的感觉 然后有点暗暗的 这颜色有点就是带紫调更多一点 它这个液体口红好顺滑 感觉很好的涂 不是很配这个金色 它是有点带紫调的 眉紫色的这种感觉 就是赤土色里面多一点紫调的感觉 然后有点深深的 感觉还不错耶 也是蛮秋冬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喜欢这个颜色 OK 我觉得今天这两只口红都是成功的了 只不过我自己自己更喜欢这个粉色一点 我自己不喜欢戴紫调的口红 好 那口红试色也结束了 哇今天这个妆 配这个蛋卷头真的很有感觉有没有 今天呢我感觉我都没有踩到雷 没有踩到雷 心情就是非常的舒畅 对就是很开心 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一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点赞 欢迎大家来留言 那我们就下一次视频再见啦 Bye